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知足常乐 为大家做尊奉 什么叫知足呢 还是先查一下字典吧 现代汉语词典中说 知足 满足于已经得到的 知生活愿望等 如果每个人都能满足于已经得到的东西 则社会必能安定 天下必能太平 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可是社会上总会有一些人不安分守己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这样的人往往要塞大跟头的 对他们来说 知足常乐这句话就成了灵丹妙药 但是知足或者不知足也要分场合的 在旧社会 穷人吃草根树皮 货人吃燕窝鱼翅 在这样的场合下 你劝穷人知足能劝得动吗 正相反 应当鼓励他们不能知足 要起来斗争 这样的不知足是正当的 是有重大意义的 它能伸张社会正义 能推动人类社会前进 除了场合以外 知足还有一个粪的问题 什么叫粪 龙统言之 就是适当的限度 人们常说的安粪 非粪等 指的就是限度 这个限度也是极难掌握的 是因人而异 因地而异的 勉强找到一个标准的话 那就是约定俗成 至于知不足 在汉文中虽然字面上相同 其含义则有差别 这里所谓不足 指的是不足之处 不够完美的地方 这句话 同自知之明有联系 自古以来 中国就有一句老话 人贵有自知之明 这一句话暗示给我们 有自知之明并不容易 否则 这一句话就用不着说了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就那现在来说 无所见到的人 大都自我感觉良好 专以学际而论 有的人并没有读几本书 却不知天高地厚 以天才自居 考自己一点小聪明 这能算得上聪明吗 狂傲自虽 骂尽天下一切文人 大有用一罐毛锥横扫六合之感 令明眼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怜 这种人往往没有什么出息 因为又有一句中国老话 血如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还有一句中国老话 血海无涯 说的都是真理 但在这些人眼中 他们已经穷了血海之源 往前再没有路了 进步是没有必要的 他们除了自我欣赏之外 还能有什么出息呢 古代希腊人也认为 自知之明是可贵的 所以语重心长地说出了 要了解你自己 中国同希腊相距万里 可竟说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话 可见这句话是普遍的真理 中外几千年的思想史和科学史 也都证明了一个事实 只有知不足的人 才能为人类文化做出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